早前鳥的有從吃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洋味 我是蘇維媛 每天早上八點鐘 告訴你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好 投票朋友今天時間來到了星期一 在六日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好的休息 到外面走一走 雖然這兩天天氣是比較涼一點點 大家多注意保暖 我今天早上來中視錄影的路上 這天氣真的是滿冷 當然延續著昨天這樣的一個比較冷的一個狀況 大家尤其是年長的長輩 要多多注意保暖的狀況 不過天氣冷 但是航行很熱 為什麼 航行在禮拜五的時候 終於大家判了很久 我判了又判對不對 大家判了又判的萬九 終於來了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各位觀眾朋友這個是大盤 禮拜五來到了一萬九千零一十二點 一九零一二 當然雖然是早盤開盤沒多久 禮拜五開盤沒多久就碰到了 然後有一點點這個短線獲利了結的賣壓出來 這很正常為什麼 第一次碰到萬九 對不對 難免 因為到了一個未知的領域 台股市再度刷新了歷史的新高 所以難免會有一些人想賣股票 會有什麼懼高症 但是我跟各位講過 今年的行情就是會讓大家意想不到 這行情就持續的往上推升 持續的往上做攻擊 各位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回頭再看 所以我說萬九來不來 其實不是重點 你的選股才是重點 為什麼 因為如果說 你現在手上是比如說航運股 比如說觀光股 比如說太陽能 類似這些相關的股票 那你一點都不會覺得說 航行來到萬九 你會覺得航行不是很好 甚至你覺得航行很差 但是如果你是手上是AI股票 而且是我跟各位分析的這些 比如說光通訊 比如說IC設計 這些股票 你會覺得哇對 萬九很漂亮 萬九很美好 萬九就是該長這個樣子 那我跟大家來講 你看一下 與其抱怨人生 不如改變人生 與其你抱怨你手上的股票 不如趕快改變你的股票 比較重要 你手上如果是 我剛才講 航運什麼太陽能 傳統產業 傳產 股票都不會漲 什麼中鋼 台泥等等的 那些不會漲 現在的主流資金在哪裡 就是AI 但是AI裡面又有細分 最強的是強的 然後比較弱的也有分 中間的資金會輪動 比如說現在你看 廣達微創技嘉 就是比較弱 資源就是比較弱 誰比較強 光通訊 IC設計 禮拜五聯發科大漲 我們跟大家講的光盛 從1月31號漲了65% 各位同學朋友 那很強啊 來我們跟各位來報告一下 來我們跟各位報告的光盛你看 又漲到多少 漲到161塊半 已經不是65%了 7成了 從1月31號 親愛同學朋友 在這裡 這裡 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7成了 你說這個誇不誇張 對不對 好 那當然你手上可能 如果說是有航運股的 好不容易漲上來 可是你看 還在套牢 比如說你手上是陽明 也是在套牢 你不會感覺到現在是萬九 各位同學朋友對不對 甚至你是傳產的 你手上有這個台泥 這跌到哪裡去 這個不知道啊 你自己看 這K線 這跌到哪裡去的不知道 你手上是中鋼 根本就沒有漲 你有沒有注意到 根本就沒有漲 我時間拉長 弄成這個所謂的月K線 跟大家看 有沒有漲 根本就沒有漲 這是中鋼 台泥 這都是大家很愛的股票啊 有沒有漲 沒有漲 對不對 反而是我跟大家講的光盛 你看標準是這樣子 所以資金的主流 去哪裡掌握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說與其抱怨人生 不如趕快想辦法改變人生 改變你的股票 比較重要 好 當然禮拜五的 這個美國股市啊 漲跌互漸 特別是 費城半導體稍微拉回來 跌了1.12% 我們來看一下 費城半導體的指數 好 稍微拉回來 可是你如果跟前面的強勢比起來 其實也不算什麼啦 很正常啊 小幅度的拉回而已 所以影響並不是太大 今天的重點 今天的主軸 還是AI股票 沒錯吧還是一樣 所以你看為什麼AI股票會想 會打開出的財報 非常好嘛 各位還記得嗎 他開完財報的時候 隔天漲了16.4% 這個趙元皮衣男 黃仁勳 你看他 會打一天單日市值增加2770億 這個是創下美股的歷史 也就是說從來沒有股票一天可以市值增加這麼多的 揮打又再度創下的歷史 所以你說資金的主流到底在哪 這個其實我問大家你覺得呢 不要都我講 你想一想你覺得呢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如果手上有一些 不是主流的股票 傳產的 航運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落對的電子的股票 你要調整 趕快調整 各位朋友很重要 我們就拿這一檔股票當作例子 2454的聯發科 禮拜五的時候大漲 一樣 你看光盛我們在1月31號跟大家講 聯發科1月31號一樣在封關之前 我們請我們的好朋友做布局 請葵老師的會員朋友做布局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買 我知道他不會馬上漲 但是買了之後你可以很安心 他早晚會漲 那我跟各位講過嘛 來 AI的主流 是不是就在這裡面 來你注意看 是不是就在這裡面 伺服器 散熱機殼 銅箔基板 IP IP就是跟IC設計是同一掛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 我是不是跟各位講過會輪流 會輪流 你要抓到對的主流對不對 上個禮拜全部漲誰 全部漲細光子 光通訊 到了禮拜五 IP開始接棒 IC設計 他是不是開始接棒 聯發科 開出了第一槍 因為這個MWC展 這個世界通訊大展 開展 即將開展 所以聯發科當然他展示了 新的手機端的應用 手機端的 生成式AI影片的應用 讓股價出現 噴出大漲 你看禮拜五的一個漲幅 蠻驚人 因為聯發科算是大股票 對沒有人會說他是小股票 聯發科絕對是大股票 那你看 漲多少 對不對你看 漲了8% 8.37% 這聯發科 噢這股價很驚人喔 差一點點就要漲停板 那你看 封關前 你跟著我們買進 我們在950到960附近買進 這邊 950到960之間我們都買進 1月30號 禮拜二 10點51分 那個時候的股價在這裡 當然你一定會問來 問老師 為什麼你會買進 當然產業面文講過嘛 AI相關的股票我們都看好 但是你要去挑喔 什麼點要買 來 又回到我們的AI系統操盤 哪裡是買點 哪裡是低點 會不會講 我會講對不對 是不是白K 那你看這裡 所以我怎麼帶會員買進的 我們都有邏輯 我們怎麼帶大家買進的 我們都有策略跟方法 不是在昨天 很多人可能跟你有 可能很多人在禮拜五的時候跟你講 聯發科如何如何 聯發科很好 聯發科天璣9300的晶片如何 產業面很好 但是你沒有領先佈局 其實都是在最高 你有沒有注意到 聯發科到今天 創下波蘭新高 他的最好的買點在哪裡 其實在這裡 那最好的買點 我會帶我們的會員朋友先做佈局 對不對 因為我跟各位講 你一定會講 為老師你前兩天沒講聯發科對不對 對我前兩天沒有講 我為什麼沒有講 因為前兩天 所有的短線資金都在追逐誰 都在追逐細光子 既然我們有賺到錢 我們當然幹嘛 當然在細光子這個 持續的什麼 持續的發揮持續的賺 那聯發科 他有點像乾隆你知道嗎 乾隆 乾隆 乾隆務用那個乾隆 我先錢在那邊 反正早晚會漲 我先買著放 因為我們 你看這個是特抗的 特抗的簡訊會員 所以 那個是資金比較大的會員 因為一張就是 一張就是一千塊 他股價就是一千塊 對吧 所以 大資金的會員 他不希望說什麼 再帶他去追 細光子的股票 我當然幹嘛 當然去買這種的 買了早晚會長 這個就叫乾隆 就像三國時期 司馬懿 對不對 孔明跟司馬懿最後 爭到最後 你說到底是諸葛亮贏 還是司馬懿贏 這很難講 但是就最後的結論來講 因為很多人是支持 支持諸葛亮 因為形象比較正面 比較正派 可是最後的結論來講 誰統一天下 誰最後是聖者 其實是司馬懿家族 不是他 可是他的家族 對不對 那個我們不講太細 可是最終獲勝的人是他 他就是一個 不會隨時把自己的蜂芒避露 就是會隱藏起來 把自己厲害的地方隱藏起來 但是呢 十年磨一劍 這個刀啊 一出竅的時候 各位啊 就要劍血啊 有沒有 司馬懿不隨便出手的啊 一出手 就是幹嘛 就是把這個 曹操啊 他的後代啊 這個整個一個王朝 把他併下來 這個概念就是如此 所以聯發哥就一樣的感覺嘛 對我們平常都不出聲喔 但是出聲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這裡買進 我買進會有我的理由 為什麼 這邊我們要買 950到960之間嘛 我們先做買進的動作 買了不會馬上漲 我知道不會馬上漲 我也有跟會員講 不會馬上漲 但是你放著絕對幹嘛 絕對安全 等一段時間就會大賺 那要不要做 不用考慮對不對 當然要做 對當然要做 好 所以買了之後呢 到今天 是不是往上漲 1100嘛 一張就大概賺150塊嘛 一張就大概賺150塊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當聯發哥大漲之後 他會帶動其他IC設計漲 所以我們今天有其他IC設計股票 要跟大家分享 不過呢 請各位要加入我們的Lite帳號 我們Lite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RE888 小老鼠MRE888 先做加入的動作 先做輸入的動作 然後記得要打關鍵字 因為你打了關鍵字 我們才知道 你加入了 委員老師的Lite粉絲 我們才知道 才能夠將資料送到你的手上 所以請各位要輸入2454 為什麼要輸入2454呢 因為2454就是聯發哥的代號嘛 對不對 所以這四檔股票 二開頭的有一檔 六開頭的有三檔 你拿到資料你就知道了 你看我們當初給各位資料的時候 你自己看 來 光盛1月31號你自己看 不要我說 對不對你自己看 1月31號來 我送給大家的資料 我給大家資料 1月31號 我們的Lite裡面 光盛創威訊星台通 你看光盛已經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飆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飆高音對不對 對不對 真的不知道飆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股價是很強勢啊 你不要錯過任何一個這樣子的機會 當然 如果你想跟著我們布局聯發哥第二的話 成為我們家族成員會更快 或者是觀望 或者是第一次看 威老師節目的粉絲 當然我會希望說 你來看一下我給大家的股票 我們的實力 以及我展示一下我的誠意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威老師節目的粉絲好友 你的投資朋友 我的這個 兄弟姊妹 叔叔伯伯都可以 你如果頭一天看 看我的老師節目的 第一天看的 先加入我們的Lite 小老鼠MRE888 先輸入這個帳號 或者是掃描QR Code 我們畫面先給我 只有我一個人 這個地方 這地方有QR Code 你也可以做掃描 我給大家 10秒好了 手機怎麼掃 手機打開相機的模式 你就對準這個地方 對準這個QR Code 然後掃描 或是Lite打開 又一個掃描 你說老師這個有點難 沒關係 那你就選擇加入好友 輸入下面這個帳號 好 我們再回到畫面 你就輸入這個帳號也可以 如果真的不行 打電話進來問 打電話進來問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加入的話 好不好 打電話進來問 那進來之後 記得要輸入關鍵字 輸入關鍵字2454 輸入關鍵字2454 這份資料 就會到大家的手上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所有的分享 先跟大家來講 所以當你拿到這份資料的時候 你就知道 其他大戶鎖定的MWC概念股票 裡面到底還有誰 這個相當相當的重要 先來做索取的動作 不過記得關鍵字要做輸入 要做輸入 你看我們在 這一天 1月30號 跟大家所分享的聯發科 那我跟各位講過整個族群 就是這一些 伺服器 散熱 機殼 CCL IP AIPC 細光子 下一檔標股 我來帶大家買進 各位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 我們佈局的股票 其實我們都會根據第一個我們AI的系統 第二個根據產業的基本面 帶大家來做 第三個再根據所謂財報的數字 就是三位一體的概念 就是我們噴射機的選股法 所以你看這樣的邏輯下來 你說做股票難不難 其實不難 那看各位怎麼挑選 就是早漲晚漲都會漲 但是你不要去買到什麼 我剛才講過嘛 你手上不要是什麼 是比如說這個 我不是說他不好抬你 可是他在你身上 資金完全沒有效益 有沒有中鋼 沒有效益 陽明 沒有效益 你要趕快換股票 你要趕快換股票 而且你要換到對的 如果你不小心去換到什麼 換到廣達 哎呀 換到誰 換到偽創 當然他跌到這個什麼 跌到月線短線也不見得要殺 可是你就去回想一下 如果你追在這邊你的資金 整個行情到了萬九 可是你的資金完全沒有效益 而且還變成套牢 這樣其實不好 對不對 你說老是偽創廣達 也是AI股票啊 你看 有沒有 也是AI股票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 你買的不會賺錢 買的點不對 所以那個發動點 其實也需要一個專業的團隊帶你 也需要五位老師帶你 我們會透過AI的指標 我們會透過AI的操盤 直接來幫助大家 你這個行情到底該怎麼做 所以你對於股票的操作 你想要更快速 能夠很快的看到賺錢 那你趕快來找我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看到威威老師節目的粉絲好友 那當然我邀請你先加入我們的Light 你先加入進來 小老鼠MR1888 那記得輸入關鍵字2454 先來索取這份資料 好不好OK 那我們今天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來 好 今天的投票 當然除了聯發科以外 我們其他的股票也是相當的強勢 來 我們看一下圖卡 所以你看我們在1月30號 跟大家報告的光盛之後 一口氣已經不是65% 將近七成 將近七成的空間 你要不要來賺 你要好好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下一檔的光盛呢 對不對 你看我們訊星也是兩支漲停 再來 我們公開講的星通 21號我公開講那天已經漲停了 隔天又漲停 這個就是什麼 這三檔股 你注意看喔 這三檔股票都是矽光值的 那當然這個禮拜不見得會再漲 我再講一遍 這個禮拜可能不見得會再漲他們呢 會換到誰 換到IP 換到IC設計 所以我們剛剛那份資料很重要 一定要先拿到 好不好 這個禮拜資金會移動 會移動好不好 你看 所以我說少進來一天 你就少賺一天啊 各位投票 你看星通 我們用AI操牌的邏輯告訴大家 我不解太多技術面 但是我要讓大家了解我為何而買 第一個 產業面 細光石 第二個 技術面 我們透過AI的系統直接告訴大家這裡可以買 這樣就好了 你也不用 老師為什麼這裡是會有買訊 這裡為什麼說白K 那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賺錢 重要的是你知道這裡要賣就好了 OK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不好 這才是比較重要 你看星通 各位觀眾朋友 2月21號直接買進 不用囉嗦 買進直接漲停 所以我不是在跟你強調漲停 這也不是我們的用意啊 只是最近就是這麼強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那當然葳遠老師是全台灣 兩大財經頻道 都是常客啊 我想各位看畫面都知道啦 好不好 東差 非差 我們不要講太多啦 葳遠老師都是常客啦 所以你看 這個榮年發 的股票 我們是不是在 農曆年回來第一天我就跟你講 是不是光要漲停 對不對 這檔是什麼 正發嘛 高點出掉的時候是不是開始回檔 你注意看喔 正發最近都沒漲喔 你注意看喔 有時候老師真正呢 最近有沒有漲 沒漲了 領聲也是啊 我們出掉的時候來 出掉的時候就沒有漲了 賺兩次20%就沒有漲了 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有影響力 因為我們說真的 你不要去找那些 那種什麼二手簡訊 什麼王八雞 那不是罵髒話 就是有人會找那種 二手簡訊 然後呢 湊一湊我們來 有葳遠老師的訊息 我跟各位講 那會慢很多啦 我那時候看到什麼 我們在這邊賣掉的時候 還有很多人 這兩天才傳說 葳遠老師把鈴聲賣掉 我們早就在這裡賣了好不好 各位那一差就差20% 你不要省那個錢 不要跟人家什麼 和購簡訊那個 我跟你講那個 你會虧大我跟你講 好不好 要聽進去啦 要聽進去啦 來 各位投票 所以我跟各位講 不管萬九來不來 你的選股才是重點 這是最重要的啊 不然還有什麼 比這更重要的呢 所以我說 與其抱怨人生 不如改變人生 這個是更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你看聯發科 我說他是乾隆嗎 因為他 我講過因為他是高價 所以也不是每個會員都有買 這是事實啊 他1000塊股票 我們請特別會員買進了 買進之後 等了幾個交易日之後 你看不到10個交易日吧 150塊架上就賺到了 我相信這個就是各位要的 對不對 那買進的邏輯 我也都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好不好 所以呢 你要鎖定MWC大展的概念股 記得加入我們的Light 加入之後輸入2454 在哪裡加入 你加入竟然會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呢 請各位在這裡 有沒有我們這邊有盤後影音 一對一的諮詢 然後呢分享給好友 那請各位多多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問老師會很感謝你 那另外呢 請各位 輸入這個 一對一的諮詢 你就在這裡面點進去 打2454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打2454 你要打喔 我再強調一遍喔 你要打喔 你沒有打不行喔 我沒有辦法給你喔 你要輸入喔 2454要輸入 好不好 再來 你就可以拿到這份MWC 概念股相關的股票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看 封關之前 你跟著我放心滿進 而且封關之前 我已經很明確告訴大家 航行還是墮頭 現在航行來到多少 來到萬九了 所以萬九之下 你要怎麼做選擇 第一個選擇機器比較低的 第二個選擇剛突破型態 這個就是萬九之下 你必須要具備的兩套作戰手則 所以航行變換很快 該怎麼操作 不知道的 歡迎跟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來聊天下去 我們就明天再見囉 掰掰 製作為頭 報告 製作為頭 搭配 電視